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学历低 智商也不高 其实我从来都不这样看习近平 虽然习近平对国际大环境 对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认知有缺陷 造成他在这方面发起的众多工程最终烂尾 但是在全面掌控中共权力体系 在塑造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方面 习近平几乎做到了他想做的一切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中国经济情况非常严峻 最新消息显示 恒大竟然要放弃它目前唯一的救命调查 一个350亿美元债务存储计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美国军方和台湾国副部长 几乎在同一时间表示 中共近期围绕台湾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和以前很不一样 情况非常诡异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 同时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 也希望在下面的留言区和我分享 9月23日第19届亚洲运动会 正式在杭州市开幕 为这个亚运会 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官员已经高强度的准备了8年了 对他们来说他们所有这一切努力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一个人 那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计划亲自参加的23日开幕式 是这些官员精神最紧张的时刻 9月23日中午 在杭州准备参加开幕式的习近平在西子宾馆还举行了一个宴会 专门欢迎出席开幕式的外国政府官员 习近平的致辞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 一 他提到过去几十年亚洲地区保持稳定和经济快速增长 成就了风景这边独好的亚洲奇迹 这显然是他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观的亚洲扩展版 二 习近平提到了一个新颖的概念 那就是他希望这次亚运会为世界呈现一届中国特色的体育盛会 习近平想呈现什么中国特色呢 比赛场馆的奢华和开幕式的炫酷 体现的其实就是一个字 钱 我们中国很有钱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 单从2016年到2020年这四年 杭州市累计为亚运会的基础设施 投资已经达2248亿 过去三年 中共为亚运会的花费还在不断加速 所以这个亚运会中共的投入绝对远超3000亿元 对此很多人会想 这能够给一半中国人搞免费医疗了 花这么多钱搞一场体育游戏 有点不划算吧 但为什么习近平不这样认为呢 因为他看透了一点 一个炫酷的开幕式将在众多普通中国人心中激荡起大国崛起的自豪感 和这种莫名的自豪感相比 一些不知性命的中国人有没有钱看病 那根本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概念 为什么朝鲜和中共这样的国家都热衷于搞辉煌的国家庆典 一场这样的庆典相当于给全民注射了一记大国辉煌的可卡因 促成一场全民吸毒的亢奋运动 当然 也有很多中国人是清醒的 他们主观甚至是不屑于参与这样的全民吸毒活动的 对于这些不愿意参与集体吸毒运动的人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有一整套对付的措施 中共媒体报道 在习近平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前 9月20日 他特意带领一众官员去观看了浙江绍兴市的风桥经验陈列馆 习近平似乎对这个风桥经验情有独钟 2002年习近平刚从福建省委书记调任浙江省委书记不久 就专门到风桥来参观这个纪念馆 在随后的20年 习近平在众多场合反复提到这个风桥经验 甚至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 习近平在江苏人大代表团讲话时 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风桥经验 那么这个让习近平赞赏倍加的风桥经验 到底是个什么神奇经验呢 一句话说白了 就是共产党发动群众斗群众的经验 这个概念最先是1900年代初 由浙江省绍兴朱继市风桥镇最新创造出来的 当时对这个概念的总结是 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 毛泽东后来很认可这个做法 就把这个概念确立下来 成为样板 开始在全国推广 这个风桥经验和中共的其他概念一样 它的具体内涵是被中共自己不断重新解读的 在中共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所不同 刚开始风桥经验就是利用群众 在社会和家庭形成舆论压力 以此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加强专政 加强他们的思想改造 中共时任朱继县委书记孙子浦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了一个故事 很能体现这个所谓风桥经验的实质 他写道 风桥镇当年有一个姓陈的富农 年年开群众大会都会批斗他 每次对他的批斗最后都会发展成对他的报答 一连六次批斗会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富农就是不服 在第七次批斗会上 当地群众采用了所谓风桥经验 不报答富农了 而是和他辩论 孙子浦说到 在批斗会上陈富农反复申辩 结果造成周围批斗他的群众就越觉得他反动 就连他老婆在这个过程中都搞不清楚了 以往六次被批斗暴打回家后 他老婆都会给他热一壶酒 做了五个鸡蛋养身体 这次他回家老婆孩子都不理他 反而在家还接着批斗他 在家人的压力下 这个富农终于受不了了 最后服从了所谓的思想改造 到了1971年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把中国很多地区的经济彻底搞崩溃了 一些人为了不在家乡饿死 就到外面四处找活干 虎口谋生 这些到外地打工的人被叫做盲流 甚至直接就叫流窜犯 但是当时中共的权力体系已经瘫痪 根本没有能力去抓捕和关押这些流窜犯 于是周恩来就创造性的把凤条经验发展为 依靠群众来监督和改造这些流窜犯 到了90年代中共沿海地区需要大量廉价工人干活 生产出口产品给中共赠外汇 顿时当年的流窜犯成为中共需要的农民工 而且在当时为推动经济发展 中共在社会上积极推动一切向前看的价值体系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各种社会矛盾加剧 很多地方的治安都很不好 中共急需再次改变凤条经验的内涵 所以1991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报道 称赞凤条经验是依靠群众维护社会稳定 又一次给这个词汇赋予了新含义 虽然凤条经验的具体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 但是其不变的本质是中共依靠群众斗群众这个策略 这就是习近平过去二十多年反复提及 封条经验的主要原因 我在9月9日的节目中明确提出了 习近平在控制中国人方面 其实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策略和实施方案 发展经济让中国人的生活更加富足 这是习近平做不到的 也是他不屑于去做的 习近平控制中国人的策略 是从他的中国梦开始的 我习近平可能不能让你们的日子变得更加富裕 但我能让中国成为一个敢和美国叫板的伟大国度 当然只有这个大国梦还是不够的 习近平还需要足够愚蠢的人去买他这个梦 在过去十年中 习近平亲自把周小平张维为这样的人 推到中国舆论的殿堂之上 让他们这样的人从民间开始传播一套愚蠢的中共伟大的理论 中国历史上多数的变法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但是秦朝的商鞅 这个来自弱小的卫国的一个外人 却为什么能在强大的秦国变法成功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商鞅有一整套细致控制秦国人心的策略 被后人称为商鞅的愚民武术 其中第一点就是愚民 用愚昧的概念来统一秦人的思想 随后的四点是弱民、贫民、辱民、贫民 这都是在愚民的基础上实现的 商鞅的愚民武术是中共建政以来 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持续实施的政策 更有甚者中共还进一步引入我们前面提到的 风桥经验这样的概念 不仅从官员的角度来控制人民 还让一部分群众主动自愿的来帮助中共 监控、修理和改造另一部分不符合中共要求的群众 这就让中共对社会的控制达到了极致 习近平的这些控制策略结果如何呢 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 习近平在全面掌控中共权力体系 在塑造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方面 他几乎做到了他想做的一切 最近有一个视频冲上了中国的热搜榜 视频中在一个火车车厢里 两位男乘客在聊天 其中一个人可能说了一些对中国目前现状不满的话 他在讨论被别的乘客听到了 其中一位大骂首先跳起来 怒斥这位发表评论的男士 他旁边一些乘客也开始同声附和 声称听他这些外国舔狗言论已经受不了了 双方言语越来越激烈 最后这位情绪激动的大妈 直接冲过去卡住了发表言论的男乘客的脖子 这个过程中这位打人的大妈没有指出那位男士的言论有什么编造的事实 或有什么逻辑推理的错误 他反反复复表达的理由就是一个 我就是不允许你说中国不行 我承认这位大妈很壮 但是那个男士要真的努力反击 这位大妈也不一定能在体力上占上风 但是在整个肢体冲突中 这位大妈在气势上完胜那位男士 大妈全身荡漾着一种极度的自信 一种真理在握的自信 一种全车人都会支持我的自信 那么是谁给这个大妈如此的自信呢 你我都知道 这位大妈的自信来自于中共用各种方式给中国社会传递的信号 那么难道打人大妈的思维 真的能代表目前中国人的主体认知吗 非言 中国的半官方新闻网 凤凰卫视新闻最近就此事做了一个网上民调 问女子有没有权利去订别人的言论是否爱国 结果29%的人说她有权利 67%的人说她没权利 这说明大多数中国人目前的认知还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认知水平不到国民水平三分之一的大妈 竟然有如此的自信 敢如此张扬的展现自己的低级认知 同时多数认知水平正常的人却不敢发声呢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那种来自中共官方的信号 首先对于这位大妈索侯的行为 习近平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 甚至可能是他希望看到的 是新时代群众斗群众的风调经验的体现吧 中国所有的媒体和网络 中共早已经控制了 现在那些敢于在线下闲聊天中 说中共国不好的人 也有群众自发站出来和他们斗争了 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不会鼓励一群老百姓 来针对别人进行管教的 首先这些人不可能是法律和法规专家 而且一般人也经常会被自己情绪控制 好比这位打人的大妈 所以任何一个用国家的官方身份 来鼓励群众斗群众这样的风调经验 都是在践踏自己的法律 但是中共和习近平偏偏就是要反复 鼓励这个可能践踏法律的风调经验 中共目前正在修订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引入了伤害中国民族感情 这样的非常规法律概念 其实也是在向社会释放一种信号 它是用一种官方法律的方式 呵护打人大妈拥有的那颗玻璃心 确立那颗玻璃心的合法性 很多投资人总梦想着 习近平可能会迫于经济下行的压力 对自己以前的一些言行和决定 会进行调整 这是一种幼稚的自欺欺人的想法 从目前中国的国民状态看 习近平根本没有为经济调整 他治国策略的必要性 除了动态清零防御政策外 我几乎没有看到习近平彻底放弃过 他其他的什么重大决定 2021年习近平以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为理由 对中国教培行业大打出手 同时要求中共教育中放松对英语教育的要求 结果有上千万从业者的中国教培行业 哀嚎一片 2022年 似乎中共在教培政策上出现了一些松动 于是立刻就有人说 看习近平为了中国的经济 还是走回头路了 真的吗 2023年8月 中共教育部发文 规定从10月15日 全国禁止一切形式的补课 谁敢用任何形式进行补课 都会按违法刑际处理 将受行政处罚 并一辈子留案底 不可撤销 9月20日 上海开始严查校外培训和英语教材 任何英语书如果不是中国出版的 一律按照违规处理 按照习近平现在的策略思路 在发展经济和更加严控中国人思想 这两个选项中 习近平会不加思索的选择 更加严控中国人思想 因为习近平最重要的是 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绝对控制 经济能发展更好 发展不了 习近平依然有办法控制中国人 最近我看到一些报道 说现在中国国内消费其实很火 什么出去旅游都买不到机票了 订不到旅馆了等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 在中国和房地产行业相比 中国的一切其他消费领域都是毛毛雨 中国房地产牵动中国GDP的30% 如果中国房地产低迷 中国旅游业务就是火上天 也补不上房地产这个窟窿 中国房地产行业现在有多糟糕 最近一则有关恒大的消息 给我在中共数据之外 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房地产行业 凄惨现实的新视角 一直在进行僵尸行走的中国恒大集团 最近终于传出一个好消息 说恒大和国内外的债权人 达成了一个价值350亿美元的 债务从储计划 这个计划几乎成为恒大能活下去 不被债权人清算的唯一救命稻草了 所谓债务重组 就是恒大和债权人也是债主 摊牌明说 你知道我肯定是还不起你的钱了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按合同 你们把我大卸八卦当垃圾回收给卖了 这样你肯定拿不回来多少钱 比如一美元可能就能拿回来一毛钱 另一个选择是 你给我一些喘气的机会 我们重新定一个新合同 例如推迟让我还钱的时间 甚至放弃我欠你的部分债务 这样有些项目我可能还能开发出来 卖个好价钱 虽然你回收钱的时间延长几年 但是这样你美元也许 可以因此收回来五毛钱 但是9月23日华尔街日报突然报道说 恒大集团声称准备放弃这个350亿美元的债务 重新计划放弃他的这个最后的救命稻草 原因是什么呢 报道说恒大表示 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下滑的速度和规模太出乎意料 这350亿美元的债务重新计划中很多假设条件已经不成立了 恒大的这个决定是什么概念 这又等于是恒大对他所有的债主说 要么我们重新谈一个对我更优惠的债务重新计划 要么我就死给你看 也就是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凄惨 市场下跌的速度之快 让最近研究出来的债务重新计划都过时了 另外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悲惨状况 竟然能让恒大用作它和债权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这可能也是一种始料不及的现象 目前对中国房地产眼看要厌弃的状况 国际投资人一直感叹 中共为什么没有什么全国规模的综合大胆的救市措施呢 出台的都是一些地方性的零零星星的政策 昨天广州出个什么认房不认贷 今天长沙又发消息决定取消购房者的户籍限制等 有人把这些零星政策比作 用小水杯一杯一杯小心翼翼的冲马桶 结果把马桶都灌满了 一堆大便还是没冲下去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原因很简单 习近平从来没有正式发言 表示收回他以前对房地产防住不炒的定性 所以官员也害怕 如果出台政策把房地产又刺激的过热了 会不会被习近平当出头鸟来打 其实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共公园 这次大可不必担心 会再次把他们当地的房地产给刺激过热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第一次意识到了 房子原来是可能跌价的 是可能砸在手里卖不出去的 成为自己下半辈子的一个甩不掉的包袱 所以各地政府这一个个鼓励老百姓买房的政策 却被很多想卖房的人看成了趁机抛售的机会 那么买房者对这样的政策的反应又如何呢 和副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 在广州出台认房不认贷的新政后 第一周广州全市新建商品住房成交量 环比上升了15% 第二周成交规模环比就只上升了6% 等到第三周广州市的成交规模 竟然环比下滑了6% 看来买房的人意识到了 政府出台如此明确的刺激政策 正说明房子不缺 所以买房根本不用着急 等等看以后价钱可能更优惠 如果一个地方对房地产的刺激政策 被买卖双方的民众都如此逆向解读 那么这个地方以后的刺激政策 就可能成为对房地产其反作用的政策 连中国一线城市广州都出现了这样刺激不起来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房地产大部分地区 未来几乎是看不到有任何出路的 有投资人说如果习近平能出来明确说 他放弃他此前的对房地产 对房地产房住不草的定性 也许一些脑子不好使的中国投资人 会再次被忽悠进中国房地产 进行投资性购房 我对这样的想法的评价还是那句 幼稚的在自欺欺人 理性的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想一想 先别说习近平和他的政府根本不可能让中国经济 从回高速增长的轨道 就是有可能 单单抗让中国老百姓更富裕 能给习近平带来划时代领袖的封碑吗 习近平要的是在中共的神坛中 坐上划时代领袖这样的历史高位上 什么能让习近平实现这个目标呢 和美国直接叫板 并拿下台湾 为实现这个目标 富足娇贵的中国人 是不符合习近平的要求的 什么人更能舍命为习近平开疆扩图 是拥有商鞅期望的五种特性的人 认知水平愚蠢的愚民 极端畏惧官方强权的弱民 整天被牵着鼻子疲于奔命的疲民 没有个人尊严 也不尊重别人的辱民 贫穷到为钱什么都能干的疲民 9月2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声称 最近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的行动有些诡异 有关专家发现 中共近期似乎在台湾附近的空域和水域 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中共出动的喷气式战斗机群和军舰 规模之大和数量之多历史罕见 台湾军方在一天内侦测到103架中共军机 其中40架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创下近期新高 同时中国航母和大约20几艘军舰 在台湾东南面的西太平洋海域航行 编队异常庞大 特别是中共的战斗机的飞行状态 不像以前那种为了骚扰而骚扰的状态 不是在台湾周围简单飞行一下就了事 而好像真的是在实际演练具体战斗任务的状态 有人会问 这是不是中共在针对台湾的总统大选 在对台湾进行武力威慑呢 这偏偏是这次中共的另一个诡异的地方 如果中共想对台湾人进行心理战 进行武力威慑 那么中共一定会对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进行高调宣传 但是中共对这次军事行动却偏偏保持了异常低调的状态 几乎没有进行宣传 这与以往通过宣传来达到精神上恐吓台湾民众的做法非常不同 因此专家分析 认为中共军队的这次低调行动更像是实战训练 而非传递政治信息 而且专家还发现中共出动了越来越多的运20运输机和加油机 与喷气式战斗机在台湾以东海域共同演习 显示中共加强了对提高战斗机远程作战能力的注视程度 过去台湾军方一直认为台湾的地理位置是他们阻挡中共入侵的一大优势 台湾军方过去一直默认中共主要只能从台湾西面对台湾发动进攻 所以台湾军方的战略一直是在台湾东海岸修建军事基地 并保持一道防线 希望能在台湾西部沦陷后 利用这道防线坚持足够长的时间 等待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援兵的到来 这次中共演习的策略明显是针对台湾的防御策略 中共在重点训练他们在台湾东部海域执行军事行动的能力 这种能力对中共封锁台湾和全面进攻台湾都非常重要 对于中共军队最近在台湾周边的行动 台湾国防部长也明确说 最近敌情满一场 台湾国防部长表示 初步研判中共军队在进行联合军演 包括陆海空两西陆军航空部队等 是的 习近平和中共此前领导的一个关键的不同点就是 说起武力夺取台湾 此前中共的领导人都是在打嘴炮 而习近平是真的要求他的军队在具体做准备 但是习近平最终会不会真的对台湾动手 这一点其实并不是习近平个人的意志决定的 最近他对中共军队高层的广泛清洗 说明他对中国军队的控制还不让他放心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是不敢动手的 另外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并对台湾表示明确支持 这些外在因素也会使习近平不敢对台湾轻举妄动 从而大胆推迟他对台湾动手的时间表 于从事我们知道习近平的真正威胁 其实不来自于这些外在因素 而更可能来自中国国内因素 我在上一期节目中详细解释了推背图46项中 东边门里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 这句话的意思 在时间上和习近平赛跑的因素有多个 包括中国经济衰退的速度 更关键的是 在习近平目前疑神疑鬼的状态下 中共权力体系出现有影响力的反习力量 似乎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中国知名时评人李承鹏 最近对中国人目前的状况 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 他说最近的局势是 高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 中产不知道明天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房子 底层不知道明天怎么过日子 一切惶惶不可终日中应验着某个规律 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一个有趣却无聊的心理现象 大家都在等着点什么 但又不知道等的到底是什么 他什么时候来 过程如何 结果对自己是不是有利 大家只是在等着 等待本身成了最重要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订阅杰森视角 每周都有新视角